请翻到第七页 我们上个讲次讲到大圣起信论 为什么要编这一部论 要写这一部论 目的是为 欲令众生除以舍邪子 起大圣正信 佛种不断固 最终的目的是 令佛种不断 为什么要令佛种不断 因为要令正法久住 佛种就是成佛的种子 佛种有很多的意思 本来指佛的家族种族 后来佛种指的就是 成佛的种子 而成佛的种子 必须要先有佛性 而后呢 要对佛性有信心 对佛性有信心 才能够发心修行 发心修行还不够 还必须去实际的修 如此称之为佛种 在大圣佛法里面 佛种一般都是从发心开始 但是这种发心 不是发小圣的心 也不是发这种空性的心 而是发菩利心 发菩利心就是发成佛的心 从这个地方开始 而后去实修 如果是讲真正的佛地子 法王子 一般都是讲出地上 如果是大的法王子 那就是指八地菩萨 一般我们最狭义的法王子 指的就是文殊菩萨 因为文殊菩萨 他代表圆融的智慧 要令佛种不断 因为佛法能够令众生 真正的理苦得人 真正的正菩提 正涅槃 这个是众生最大的愿望 要令佛种不断的 首先就从正性开始 而且这种正性是要大胜的正性 大胜的正性 就包含了不日空会 以及大慈大悲这两部分 我们讲到所谓的正性 正跟性 正是跟邪相对 性是跟义相对 如果是正的话 那就是不邪 邪就是前面所说 除以舍邪止 这个正就是要除以 性就是要舍邪止 那什么是邪的执着 很简单 我们要分正跟邪 以佛法来说 凡事能够令众生离苦得乐 大胜佛法令众生成佛 令这个世界更好的 我们这个世界 没有一天是和平过 也可以说 没有一秒钟和平过 我们众生 除非是修行者 没有一天 是真正的远离颠倒梦想 都是在烦恼之中 因而这个正邪的标准在哪里 凡事能够令众生离苦得乐 令世界平安安定和平的 这个就是正 这个就是正 反过来 如果不能令众生安心 不能够令世界平安和平的 就是邪 那要令众生安心 有很多种方法 令世界和平 也有很多种方法 但都不是究竟 不是究竟能够令众生安心 要究竟令众生安心 必须要众生自己可以掌控得了 如果说自己掌控不了 那自己不能安心 自己不能安心 不能够修身其家 那当然更不可能自我平天下 因此要正 要正 要正的话就是 自己可以控制得了 自己可以做主 而不是依赖外力 如果是依赖外力 自己就不能做主 这个就是正 那前面讲邪直 那正有没有执着 有 正的执着 那就是正性 你对佛法对三宝 对因果 深信不疑 这个就是正的执着 这个时候不称之为执着 我称之为正性 那什么是邪直呢 就是邪恶的执着 邪恶的执着 邪恶的执着有很多 最主要的就是不信因果 如果以大圣体信论的脉络来说 我们就是要扣紧真如心 也就是扣紧这个众生心 众生心我们称之为一心 一心 众生心称之为一心 也就是整个的法界 都是一心所造 都是我们心所造 心所造 但是我们的众生心 我们的真如心 是一成不立的 所谓的一成不立 就是说真如心之中 无我无法 无我无法 也就是真如心不是我 真如心不是法 真如心也没有法题 这个才是除邪止 但是很多人学了佛 尤其是读了大圣体信论以后呢 又执着 而真如心就是我 或者是有真如心这个东西 如果是这样子的话 就是写止 就是写止 就是真如心不是我 真如心也不是法 为什么真如心不是我 真如心不是法 也就是真如心 也就是真如心没有法体呢 真如心不是我 我们就要了解这个我的定义 我的定义就是 长一竹载 这个佛教 佛教最难懂的就是 无我这个法门 佛教最难懂的就是空性这个法门 而且无我空性 也是佛法跟其他哲学 跟其他宗教 唯一不同的地方 但是学了佛以后 又变成有我 又执着这个佛性为我 执着这个真如心为我 执着这个真如心 是众生都有的心 如果是众生 众生都有真如心 那真如心就变成我所有 要变成我所有了 如果众生认为 这个真如心是 众生所本具 那真如心就是我所有 这个我所有 是属于贪 是属于贪 因为众生认为 真如心是我的 我有佛性 这个不是很贪吗 而且贪得非常大 贪得没有办法 没有办法 这个是属于贪 我们如果在阿安经讲 说色不是我色不义 我色与我不相在 色不义我受想情是不义 就是跟我没有差别 是指说色受想情是都不是我所有 色受想情是都是缘起 都不是我的 因而呢 在于大圣起心论讲 众生心就是真如心 但是大家都会认为 众生都有佛性 因此这个佛性是我所有 佛性是我所有 我的所有 我的所有 那就是违反了 连这个阿安经都已经知道 色受想情是不义我 色受想情是不是我的 不是我所有的 这个学了大圣 反而都不如学阿安经 学阿安经还可以真正正内盘 学了大圣 大家听多了 众生这有佛性 就把这个佛性当成 我所有是我的 我们众生本来就有这个佛性 哇这个糟糕了 这个大贪 这个大贪 这个是出于这个贪 出于这个贪 这个邪子 邪子就是把真如心当成是 我的 就是当成我 或者是我的 或者是 这个阿安经所说 色受想情是呢 不是我不义我 与我不相在 因而受受想情是 不是我 不是我 也就是受受想情是 都不是我 都不是常一主宰 因而我们也要了解 真如心或是佛性的 不是我 不是我 也就是不是常一主宰 这个佛性真如心 如果是常一主宰 如果是不变的话 就没有众生了 也就没有这个世间了 这个众生会出现 世间会出现 十法界 三千法界会出现 可以证明真如心不是我 那真如心也不是我所有 也就是不可以认为说 众生就有佛性 所以这个佛性是众生的 那就是众生的所有 那再来一个的呢 这个阿安经讲 受受想情是 与我不相在 与我不相在 也就是说 在五印之中 没有我 我之中 没有五印 放在大圣几些论里面来讲 就是真如心 就是这个佛性之中 没有我 放过来 我也不在这个真如心之中 这个就是除邪子 除邪子 这个就是第一个 除如来藏 有仁我 再来呢 如来藏 有罚我 什么叫做如来藏 有罚我 是一种邪子 有罚我 等于就是说 如来藏 有体 有体 这个叫做 有罚我 如果只是说 如来藏是真实的 那真实的就是不变 我们称之为体 它的性质 我们称之为不变的性质 那称之 就是为罚我 有不变的性质 如果是这样子的话 又是把真如心当作有体 当作有体 这个就是除邪子 就是要除掉 要舍掉邪子 要舍掉邪子 才能够得到证 也就是不要把真如心 不要把佛性当成有我 当成有法 那么这个真如心 那么这个佛性到底又是什么 佛性是离一切的概念 这样子就对了 也就是佛性 它是中道观 佛性 它是中道观 你不可以说佛性 有 也不可以说佛性空 也不可以说佛性 一有一空 或者是 不有不空 不是 它只是一种假明案例 它只是在说明 我们的佛性 或是我们的众生心 就是真如的存在 所谓的真如存在呢 就是缘起 缘昧 或是此缘性 或是如性 就是那种心的 缘容自在的状态 如果我们没有写止 心就可以缘容自在 如果我们有写止 执着真如心 执着佛性 有我 有法 那又是落了另外一种的执着 这种的执着 这种的执着 也让我们不能够起正性 不能够令佛种不断 所以要起正 就必须要舍邪止 舍邪止就是要舍掉 真如心中 或是佛性之中 或者是我们的众生心之中 异心之中 异真法界之中 有我 有法 要舍掉这个 那信 要如何得到信 就必须除疑 疑是烦恼心所之疑 这个信 那信呢 它是属于善心所 当然是指正性 我们在三十几道品之中 有信跟 有这个信的力量 那个都是 能够在我们产生 心的力量 因而能够直去菩提内盘 那么这个疑 这里的疑 就是有很多种 从最低层次的 这个疑 疑 五蕴真的不是我吗 五蕴真的不是我的吗 或者是五蕴之中 真的没有我 我之中真的没有五蕴吗 这个是小色的疑 然后一般仿佛的疑 疑什么呢 我们生前是真的存在吗 死后是真的不存在吗 或者是疑有这个因果吗 因为看现实的人生 现实的社会 有的时候我们会怀疑因果 这个好人 他不见得有好报 那坏人呢 却又飞煌疼达 能够飞煌疼达的 几乎都是心机很重的人 像诸位这么单纯 你不可能飞煌疼达了 因为你太单纯了 因为你修行 因为你太清净了 所以你不可能飞煌疼达 但你要看有的时候 这个现实的社会 现实的人生 这个很难 人家说你要搞政治 那就是要耍嘴皮 你要能够骗 这个搞政治的人都是骗来的 那甚至于还有一句话 无伤不奸 你要做伤人 一定要奸 那到底这个社会 到底这个因果 到底存在不存在 这个是疑的一种 有很多种的疑 这个人生明明是有的 你怎么说人生是空 为什么说人 不是真实存在 疑很多事情 最重要就是疑因果 如果放在这个大圣起信论里面 我们疑就是疑什么呢 疑大圣起信论所说的真如心吗 疑这个真如心 到底是什么呢 如果疑真如心 存在不存在 有两种门 有二门 一个就是所谓的法 一个就是所谓的门 法指的是真如心 或是大圣起信论一开始 所说的众生一心 真的是众生只有一心吗 也就是心服众生都是唯有此心吗 或是三界唯有此心所生吗 这个就是对于法的疑 你的大圣起信论是专门讲一心 就是专门讲这心 最重要的就是讲这个心 如果是小圣一切有不 心并不是最重要的 因为一切有不认为心外有境 静是存在的 静就是法 法是有法体的 它是真实存在的 因此我们的众生心 是我们的根层相对 而产生事 事就是心 因此这个心 在一切有不当中 它是虚妄的 它不是真实存在的 在一切有不 我现在讲的是一切有不 一切有不呢 心不是真实存在的 因为心是根层 相对才产生心的 所以心不是真实存在的 可是来到大圣以后 很强调这个心 阿赖耶士维士学所强调的 维士一心 如果是大圣讲 把所有的一切都收设为一心 把它设归为一心 都是维士所现 维心所造 维持一真法界 维持一真心 在大圣起新闻里面来讲 就是只有这个真如心 就是只有真如心 那跟小圣一切有不不一样 小圣一切有不 心是虚妄的 心不是真实存在的 因为是我们跟神对相对以后产生事才有心的 但是来到大圣以后呢 但是来到大圣以后呢 就认为静是虚妄的 只有心才是真实的 你看这种观点是不一样的 不一样的 因为大圣他强调这个心 强调这个心 我们等一下会再来详细解释 为什么或是大圣如何来解释这个一心 而不是如小圣一般 小圣是境界是存在的 是我们的内处加外处相对以后才产生事的 所以我们如果看俱色论或是看大比菩萨论 是先讲色法 而后才讲心法的 一律是先有色法而后才有心法 但是维世学就不一样 维世学是先讲心王 而后讲心手 而后讲色法 这个次序是颠倒过来的 您看俱色论 它是先讲色法的 因为色法比较重要 内色 外色 相处 相对 而产生是 才产生是来的 所以在这个俱色论里面 是 小圣里面是只有一个 而这个色有内色有外色比较多 可见的在小圣中 这个色或是心是附属于色法 但是来到大圣就不一样 大圣维世学就讲 阿赖约是受薰此种更生气 这个阿赖约是他是根本心 他是根本事 能够显现一切的万法 一切的万法 而且来到了大圣宗教 大圣圆教 像大圣寝宪论一样 他讲真如心 真如心 因此这个疑 我们就疑这个真如心 真的有吗 或是疑这个佛性 真的有吗 那佛性真的有吗 众生皆有佛性 众生皆有真如心 众生皆有清净的本性 这个就是我所有 我所有我们前面讲过 他就是贪的一种 他是我所有的 那这样子 如何去理解这个真如心 所以这个疑 第一个就是疑 我有真如心吗 如果我有真如心 我对真如心 有没有真正的理解 如果执着真如心 有我 有法 这个就会变成写止了 那你到底要 我怎么样去理解 真如心呢 因此我们就 产生这个疑 产生了疑 如果这个门 那就是说 这个佛法的法门 无量无边 佛法的法门 无量无边 那我们到底要怎么办 到底要怎么办 前面讲说 真如心 真如心显现一切万物 或者是一切万物 依真如心而造 那这个真如心跟万物 跟众生的心 到底是依还是义 是依 如果在大圣解释论来讲 就是依心 也就是依 可是也不能讲依 应该讲离四句 也就是不依 不义 义非 义义 义非 非义非义 总之真如心 它就是真如的状态 然后讲到这个门 那这个门 就是你如何修大圣 尤其在大圣解释论里面 你如何进入真如心的门 那这个门 有无量无边 无量无边 我们到底要怎么掌握 无量无边的门 我们如果要进去的话 那就很难 这个很难 为什么很难 因为太多了 没有办法专注 我们知道 佛法的修行 一定要正空性正无我 正空性正无我 一定要关 关之前一定要先止 那就是止观 就是修行的最重要 我们讲法是就教理而言 门是就修持而言 这个佛法的修行 不离止观二门 小圣如此 大圣也如此 这个 我们讲禅宗的顿教 也是不离止观 只不过禅宗的顿教修行方法 这止的当下就是官 官的当下就是止 就是止 而这个圆教呢 而这个圆教呢 就是指这个圆荣无外 以一真如心 以一真法界 来统设一切 而这个大圣体 而这个大圣体信论 如何叫我们修止观的二门呢 修止观的二门 原来很简单 大圣体信论讲说 一心入二门 入真如门 真如门就是众生心的体 要注意这些都是假名案例 也就是我们要解释众生心 要解释佛性 解释真如心 总是要用语言文字来描述 我们称之为体 也就是真如心到底是什么 这个真如心就是清清静静的状态 清清静静静的觉知能力 清清静静静的智慧 也就是不执着一切的智慧 这称之为真如心 如果我们能够理解真如心 这个就是入真如门 我们要观 观什么呢 就是一心入生命门 那生命门就除了由一心而升起众多的法界 这个就包括了体相用 就包括了体相用 就是生命门 但是观一定是观这个法的实相 观法的实相 你就是要观真如心的实相 真如心的实相 就是生命门 他的体是真如门 可是他的用是生命门 而这个用一定是来自体 所以生命门就是体相用 如此一来 我们说华语 华语真如心有吗 这个是华语这个法 华语如果有真如心的话 我们要怎么修 那就是修指跟观 那就是修指跟观 修指观 而如何修指 那就是入真如门 那如何修观 那就是入审美门 如此就是 这个所谓的 这个所谓的除疑 除疑 那就是除掉 这个大圣起信论 所说的法跟门 这个法门 而法就是 除掉对于真如心的不理解 那如果不真实理解真如心 就会把真如心把佛性当成我的 那我有真如心 这个就是我所有了 那如果要除掉真如心的门 也就是你一大圣起圣论 要如何修指 要如何修观 你修指 就是入真如门 你就必须要用西音去悟 这个时候是西音去悟 那如果修观 那你就是观察 这个真如心的生命门 这生命门 你的生命门有变化 你才能够观察 所以这个正信 那就是从哪里来的 是除疑舍邪子来的 那除疑舍邪子呢 才能够起大圣正信 而大圣正信 跟小圣的正信 是不一样 小圣的正信 就是观五运 小圣的正信 是观五运无常苦 无我因我可以正内盘 而大圣的正信 就是观一心 观一心 尤其大圣起信论 所说的真如心 而这个真如心 并不神秘 并不是遥远的 真如心 就是我们的众生心 那这样子太方便了 而我们的众生心 不动的时候 称之为心 如果一动的时候 我们称之为念 或称之为意识 我们讲心意识 不动的时候 称之为心 如果一动 就称之为意 称之为事 或是所谓的念 这个心念 心念 这个大圣的正信 就是这个 众生心 或是真如心 那谁呢 欲令众生 就是要令众生 众生 我们知道了 最广义的众生 那是指众生灭 不仅仅是神的众生灭 连悉音的众生灭 也都是属于众生 最广义的众生 甚至连佛 也都是众生 因为众生 佛 他也有 五音 他能够五音 得到清静 得到三十二向八十 随行好的身 他的心 有悲 有志 他远种无爱 那我们这边 不是讲 广义的众生 这边的欲令众生 不是讲佛 也包括在众生之内的定义 而是指呢 指还没有成佛的 还没有成佛 还有众生死的 如果依照这个 保性论而言 或者是依照佛性论而言 或者是在《佛日经》 他也有提到 我们众生 大约把它归类 归类有三类 一个叫做邪定 一个叫做不定 一个叫做正定 因此有三个名词 叫做邪定聚 不定聚 以及正定聚 聚就是种类 如果在小圣佛教中 正定聚 一定是指指什么 禅修 然后破了身见 也就是入了虚头皇国 这个叫做正定 还没有入虚头皇国之前 没有入虚头皇国之前 不能够称之为正定 在禅修中的正定 指的就是四场八定 正定 但如果在修道的过程中 正定的众生 指的就是入虚头皇 如果在大圣来说 正定是指已经入了初欢喜地 初欢喜地 这个是大圣的讲法 可是我们如果依华安经 或者是依大圣起信论 所谓正定聚的众生 那就是在实柱以后 就正定聚的 因为这是原教 原教的观念 原教的观念 它的标准比较高 也就是实柱 实柱心 实柱心以后就称之为 正定聚众生 定是什么意思呢 在这里定意思是一定 或者是必定 一定什么 一定成佛 必定成佛 这个叫做正定 正定 它可以通往成佛的目标 这个叫做正定聚的众生 这一定要实柱 实柱心 实柱心 我们讲说 华安经 实信 实柱 实行 实回向 实地 华安经 它是原教 它是原教思想 所以它叫实柱心 就已经是正定聚的众生 因为心已经住下来了 心已经住下来 住在哪里 其实就是住在于我们的自性 住在我们的这个所谓佛性 或是真如心 在阿含经有讲法住 阿含经讲的法住 到底是什么意思 就是说法是住在什么地方 也就是升起法的原理 所以法住在阿含经讲的就是缘起 在缘起 而在这个大生起 新论在华安经中 所谓的法住 是真如心 真如心也就是众生心 这个叫做法住 法住于真如心 也就是一切法 都不理真如心 因此我们讲说 如果是实柱心 圆满就已经是正柱了 就已经正定聚 正定聚的众生 那什么叫做不定聚的众生 不定聚的众生是指实性位 实性位 实性位是不定聚 不定聚 意思就是说 他可能进也可能退 这个叫做不定聚 不定聚 可能进可能退 这个是不定聚 那就是指实性位 那什么叫做 协定聚的众生 协定聚的众生 是指实性位之前 也就是不信真如心 不信这个佛性 如果对佛性 对真如心都不相信 就是那个叫做 协定聚 所谓的协定聚 聚就是种类 协定就是说 一定会往邪道去 往邪道去 也就是不仅仅不能够正念法 不能够成佛 甚至于会堕落下三道 尤其是堕落地域道 所以协定聚就是 必定往地域去 这个就是众生 所以众生这里分成三类 实性位以前 叫做协定聚 也称为协聚众生 实性位在对真如心 对佛性慢慢要产生信心 但是如果没有住 没有住的话 也就是定不下来 我们讲安住安住 安住就是安忍 你没有忍下来 没有住下来 没有不动摇的话 信心可能会动摇 信心为什么会动摇 我学佛那么久了 烦恼还是一大堆 这个因果到底有没有吗 像我这样子的好人 为什么 什么都不如人家 你看会怀疑 信心还会动摇 只有说信心能够住 以后才是定聚 定聚 所以实性位 叫做不定聚 也可以讲不定性聚 然后实性位之后就是实住了 实住了以后就是正典聚 要令这三种的众生 除以舍邪职 起大圣正信佛种不断 那要怎么呢 如果是正聚的众生 这个是以生善 这个是以生善 如果是不定聚的众生 就是令他能够在实性位 继续增长 增长到实住 然后一定是定聚 一定是往成佛的道路前进 如果是协定聚的众生 用大圣起信论来跟他们沟通 应该是最容易的 因为大圣起信论讲 真如心 真如心并不是佛性 真如心是众生心 所以你的众生心 我的众生心 大家都可以接受 没有提到宗教的树语 没有提到宗教的神秘经验 就是你的心 你的心就是真如心 实行大圣起信论里面 关众生心 关自己的心 关自己的心 你就如果能够入真如 也就是不执着一切 这个叫入真如门 就是不执着一切 能够圆容无碍 能够自由自在 那个当你的心 能够这样子自由自在 圆容无碍的时候 就入了真如门 入了真如门 这个叫做圆绝 这个叫做本绝 这个叫做佛 所以这个可以令非学佛的人都能够接受 也就是只有关众生心 然后关生命门 这个众生心的生命 我们就想想 我们众生心如果有贪生生慢 一定有生有灭 这个不是说我们不起心动恋 不起心动恋就跟石头一样的 是有起心动恋 有生有灭 但不执着我们的心恋 不分别我们的心恋 也就是我们能够当心恋的主人 而不是当心恋 恋头的努力 当恋头的努力 我们就被恋头牵着走 就被恋头所控制的 因而这个对协定剧的众生 也就是对不学佛的人也很好用 不学佛的人就在讲 你的心跟我的心 跟大家的心 其实是一样的 只不过呢 我们在入真如门 入生命门 哪一个比较多 如果是完全入真如门 那这个就是从生命门里面的 不觉而死觉 究竟觉 那个时候就回到了体 那就完全新的问题 那跟宗教一点关系都没有 这个叫做众生 这是以生善令增长 未生善令生 以生恶令断 未生恶令不生 那这个就是 这个总的 这个作者呢 他总的说 他写这部论的目的 那可以度三类的众生 三类的众生都可以度 也就是一切的众生都可以度 我们再看第九页 第九页提到 论曰 这个时候就开始在讲 大圣起信论的内容 大圣起信论 前面呢 等于就是续分 有这个规境记 以及造论的用意 造论的用意 就是要令正法久住 令正法久住 就是令众生 没有烦恼 第九页就开始讲正文 论曰 有法 能起磨合眼 信根 事故应说 有一种法 有一种法 能够引起 生起磨合眼的信根 因此应该要说 那这里有几个名词 一个是有法 一个是信根 尤其是磨合眼的信根 我们等一下再来做说明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请不吝点赞 订阅